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調查團,我是水恩 事近年關,我們都可以感受到周圍的年味越來越濃 我們各位街坊朋友也開始選購各種各樣的年貨 在備課之餘,還會定題收看我們的生活調查團 大家都知道,我們的節目內容不僅豐富 主持人又漂亮又有趣,我們的收視率又板板色那麼高 所以就很深受大家的喜歡 好了,我就不在這裡自賣自誇了 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遇到問題的時候,亦都沒有忘記找到我們 這位熱心觀眾羅小姐說,她在網上買到一種叫做血橙的水果 但是收到之後,截開了,就被裡面的血嚇了一跳 她不知道這個可怕的血色到底是天然的水果色素 還是不良相反添加的染色劑,希望我們可以幫她求證一下 血橙?其實我也是第一次聽到這麼奇怪的名字 不過我想,叫個血字就預設它的顏色,一定不是普通的 接下來的時間,就有請我們的調查員 幫忙送到綠洲檢測中心,檢測一下吧 我們的工作人員聯繫到羅小姐 很快羅小姐就將自己手上的血橙快遞過來 讓我們做人檢測求證 究竟是不是真的如她所說那樣 這種可怕的血色是不良相反添加的染色劑呢? 那我現在來到專業的檢測機構,就馬上把這些橙快遞一下 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東西 截開的血橙,可以看到橙裡面的果肉有兩種顏色 一種是偏暗的紅色,有點妖艷 另外一種就是普通的橙色 兩種顏色互相混合在一起,感覺上確實不是太自然 不像是天然的水果,那究竟是否有添加人工色素呢? 這個結果來看這個顏色沒有變,說明裡面沒有藍色素 結果顯示,雖然橙的顏色怪異,但並沒有添加人工色素 所以說大家就可以放心食用,放心享受天然美味的水果 檢測機構的專家用快檢的方式,排除了血橙含有人工色素的可能 血橙到底是什麼呢?為此我們聯繫了華南農業大學的葉教授 他跟我們解釋了血橙的來歷 血橙是從普通騎橙裡頭通過牙變變變異出來的一個生品種 它的特點就是普通騎橙的湯開裡頭是橙黃色或者橙紅色的 但是裡面的血橙湯開裡頭,除了大部分果肉是橙黃色 但是裡頭有一條一條的血是一樣的,所以這個大家叫它叫血橙 葉教授說,經過牙變之後的池橙果肉裡面發生了果肉變化 就變成了今天的血橙 羅小姐現在買到的血橙是其中一種名叫塔羅科的品種 可以放心食用 原來擔心血橙含有人工色素問題的是不單止羅小姐一個人 那這方面的問題有沒有什麼好解決的方法呢? 平時如果大家擔心買到的水果和果汁有沒有添加到人工色素 其實就不用獲獲送檢那麼麻煩的 有一樣東西可以在大家的廚房裡面隨手可得的 相信現在每天都有很多觀眾都在賣年貨 而且肯定少不了買大量的果汁飲料 不過你有沒有認真想過你買到的天然果汁到底有多天然呢? 平時我們在街上買一枝果汁回來 如果想知道這枝果汁是不是真正的果汁 那是不是要去到專業的機構檢測才行呢? 其實不用的,今天我就教大家一個非常方便的方法 橙汁是目前市面上最廣泛的果汁飲料 幾乎每個果汁飲料品牌都會有橙汁產品 所以本次實驗我們打算以橙為主要的實驗對象 今天我就準備了一枝從市面上買回來的某品牌的橙汁 為了可以令到科學結果更加直觀 我們選擇了三樣完全不同的實驗液體 1號實驗品是100%絕對純真的鮮紮天然橙汁 2號實驗品是我們用檸檬王、人工色素 混合出來的純化學液體 3號實驗樣品是通街都是 號稱天然果粒的某品牌橙汁 為了我們的實驗有一個前後的對比 我現在就把這三杯東西倒80毫升到燒杯裡 好了,我們已經把所有的養品倒進燒杯裡 最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天最最最重要的一件道具 是什麼呢?就是我手上拿的這包純鹼麵 也就是大家平時說的小梳打 一會兒我就會拿匙巾去不同樣的份量 放三個燒杯裡,看看會有什麼變化 為何用鹼麵作為實驗試針 其實這個是檢測中心的專家告訴我們 天然水果裡面有花青素 花青素在移到鹼成果下 由紫紅色變成紫藍色 是很明顯的變化的 一調過來移到酸,又變成紫紅色 我們用這個方法間別是天然的花青素 還是人工色素的差別一個方法 所以這個完全可以成為一種檢測 是不是天然果汁的簡便測試手段 為了可以觀察準確檢測出來 每份實驗品中的花青素 我們稱出同樣份量的減免 勾隊進入了三個不同實驗品之中 好了,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一組 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更顯青色的 畫面上我們可以觀察到 經過十分鐘的靜止之後 一號實驗品的顏色變成青色 但是這種青色在電視鏡頭上 沒有足夠的明顯度 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二組 我們自己調調出來的溶液的前後對比 是完全沒有任何變化的 二號的實驗品是純人公式素 當然是不可能檢測出花青素的存在 我們現在來看看第三組 我們市面買回來的橙汁的前後對比 重頭戲來了,這個號稱 含果肉果汁不少於百分之十的橙汁 除了果汁中的科粒和液體分離之外 基本上談不上有變化 水恩在實驗最初的時候 聞到三號試驗品有很大的果汁味 其實剛才倒的時候 我已經聞到很大陣果汁味 看來這個濃濃的橙味基本上是香正 其實在實驗過程當中 我已經按照專家的提示 專從科學的原理設計 以及已經特別注意 減臉和果汁的比例 按道理來說應該是成功才對 為什麼它的效果還不是很明顯呢 是我的手氣差 還是我有什麼漏了呢 這個時候我還是要去拜訪專家才行 橙橙黃色就知道了 橙的鹹花青素是有的鹹量很低的 所以鹹量太低 顏色不一定是很明顯的舉變的 所以我們一般的橙 我們加酸鹹 顏色可能是舉變不到的 其實分數含量是不夠高的 每種水果都會有天然的花青素 但是並不是每一種含量都一樣多 哪些水果含分數比較高呢 不如說說藍莓 或者是紫色的葡萄 或者桑芯 紫紅紫藍色的水果 含量比較高的 你可以用紫色的葡萄來做就可以 或者調過來用葡萄去做也可以 這樣理解成我們買的葡萄酒 究竟是真的用葡萄發酵 產生的 就是用人工色素調配 用這個方法可以拍攝出來 上一環節 橙汁實驗效果 沒有預期中的明顯 專家指出 我們選錯了實驗對象 這次我們重新選擇了實驗對象 又可不可以成功呢 但看來過於片面地理解科學常識 都是不行的 生物界無其不有 不可以知道少少就一概而論 其實都難怪被專家嘲笑的 作為一個調查員 我的科普之路還是很漫長的 但經過專家的一番教導之後 我決定重新選擇專家所說的 含有花青素的葡萄作為測試目標 但是葡萄果肉肯定是沒有什麼好測試的 但是想到現在馬上要過年了 很多觀眾朋友都會選擇買年貨的時候 可能都會需要選購紅酒 誰因決定聽專家的建議 用這個方法來測試一下判斷葡萄酒的優劣 嘩還需要做的嗎 平時我買最貴的就覺得最好的 於是我就問導演 這三瓶酒的價錢分別是多少 但他沒有跟我說 就說已經將價錢貼在瓶底 不過要做完實驗才可以看價錢 究竟是否最貴就是最好的呢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一起來做這個實驗 我現在倒一號的酒 嘩真的好香 在實驗之前 我們先來分別觀察這三種不同的紅酒 他們的顏色會有什麼區別 為了我們的實驗前後有一個對比 接下來的時間 我就會拿紙巾分別去驗出這三個是什麼顏色 好 我們先來看一號的紅酒 好了 我們看到這個顏色已經顯示在我們的紙巾上面了 非常之均勻 我們把這張紙巾放在白紙上面 我們現在再看看二號的紅酒 我們看到二號的紅酒顏色相對於一號來說是深一點的 它的顏色都比較均勻 都很容易地溶於我們的紙巾上面 我們現在同樣把它放在白紙上面 好 接下來我們看看三號的紅酒 我們看到三號的紅酒相對於前面那兩個紅酒的顏色來說會淺一點 但是顏色也挺漂亮的 好了 我們現在就放在紙巾上 但我們看到三號紅酒的顏色 第一個就是淡粉色的 第二個就是紫紫的 第三個就是淡粉色再淡一點 三個都屬於粉色系 他們的顏色不同 可能是因為它的量造不同 或者它們製造的工藝都不同 所以顏色就不同了 從顏色上面去區分紅酒的優劣 準確性比較低 而且紅酒的顏色跟它本身的葡萄種類 養造年份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不建議大家靠肉眼去分辨紅酒的優劣 接下來我們就用這個 食用鹼水來分別倒入三個紅酒杯 看看有什麼顏色的變化 咦 我們看到一號的酒杯 所以它的顏色就沒有明顯的變化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二號的紅酒 當瑞恩將鹼水倒入一號酒杯 紅酒並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是倒入二號酒杯的時候 紅酒瞬間變成藍酒 我剛才倒的時候 我看到它的顏色很明顯地出現了藍綠色 你看看它邊邊 不知道觀眾朋友你們有沒有看到 它這個顏色很明顯從之前的紫色 是變成藍綠色的 嘩 真的很神奇 我們把它放回原先的位置 現在我們再看看三號的酒杯 會有什麼顏色的變化 我們看到三號的酒杯 明顯顏色都是變深了 而且它邊邊都出現了很淺的藍綠色 但是明顯就沒有二號的那麼容易看到 為了讓大家更直觀可以看到 這三種紅酒加入選前後的不同 我們用紙巾再測試一次顏色的變化 現在我們拿出一號的紅酒 我們看到都是粉粉的紫紫的顏色 現在我們看看二號的紅酒是什麼顏色 它點一點出來就已經很明顯是綠色的了 同樣的方法我們來看看三號的紅酒是什麼顏色 我們看到這個顏色不是粉 亦不是藍綠色 但是顏色也是有少少的變化的 我們很明顯看到三組的對比圖已經在 我們首先看看第一組 第一組的顏色也是粉色系的 通常都是淡粉色 可能是我之前加了水 所以它顏色上會變淺少少 但是還是沒有明顯的變化 我們現在看看第二組 第二組的顏色變化非常明顯 你看看之前是紫色的 現在完全變成綠色 剛才倒進紅酒杯裡 大家可能看到不是很明顯 但現在拿出來是非常明顯 我們現在看看第三個 第三個顏色沒有二號那麼明顯 但是它顏色上也有變深少少 是變灰的 一號的粉紅色變淡 有可能因為鹼水中的水 將紅酒稀釋了 二號的顏色變化就非常驚人 三種不同的紅酒的變化完全不同 那究竟是不是顏色變化最大的 就是最好的紅酒呢 而最好的紅酒 是不是就是最貴的紅酒呢 下面就等水一來幫大家揭曉答案 實驗到這裡 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 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答案了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和大家一齊看看 它們的價錢 究竟是多少 之下 我們看到一號的紅酒是28元 我們現在來看看二號 二號的價錢是145元 最後我們就要看三號的紅酒是多少 第三支紅酒的價錢是89元 看到剛才的價錢 我想觀眾朋友都知道 二號是最貴的紅酒 果然一分錢一分貨 越天然價格就越貴 如果想避免買到人工紅酒 大家還是要抹亮一點對眼 千萬不要在價格上面 貪小便宜 在上面我們就教大家 用食用鹼來鑑別紅酒的真假 但是有時候大家在外面吃連夜飯的時候 可能沒有食用鹼這種東西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呢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就教大家一個非常實用的方法 紅酒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分別滴一滴這些紅酒 在紙巾上 看看有什麼現象發生 三種不同的紅酒 在紙巾上有三種不同的變化 一號顏色淡 而且只有中間一點 水分向四周擴散 二號的顏色隆重 而且顏色隨著水分同時擴散 三號的顏色少似 顏色擴散的速度比水分要慢 這個方法非常簡單 和非常實用 大家在外面不妨可以試一下 看了我們的調查和實驗 大家都知道了血橙 認識了花青素 和知道如何檢測天然的果汁和葡萄酒 除了教大家年貨應該怎樣選好飲料和葡萄酒之外 接下來的時間 就教大家 連夜飯應該怎樣做 才是最健康和最合理的 接下來的時間 就交給我們的調查員 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生活調查團 春節特別版塊 調查團帶你買年貨 剛才導演告訴我 拍完這個特質 我就可以放假回家過年了 想想真的很期待 大家想想 忙碌了整年最開心的事 莫過於和家人坐在一起 齊齊整整地吃一頓團年飯 年複一年 市民吃團年飯的選擇也越來越多 都是外面酒樓多 在家裡 在家裡嗎 現在家裡很少做 無論是在家裡吃還是出去吃 只要吃的是團年飯 大部分人追求的都是吃一頓好的 就算沒有包心刺到 起碼都要大魚大肉 襯托過年的熱鬧氣氛之月 也要當做慰勞一下 辛苦了整年的自己 只不過每年的這個時候 都有不少網友提出 過年吃太好 我的腸胃受不了 其實按照我們現在的生活習慣 或者說我們現在的生活團體來說 我們不是說好像以前 一年或者一個月 一個星期才有一頓肉吃 這種情況下 實際上過年 我們還是推崇 我們說 以蔬菜水果 以主食為主的一種搭配 肉類和魚雞 這些肉類 適量維持我們的身體需要 這樣就足夠了 你說到這個蔬菜 其實應該怎樣選擇 怎樣看它是否新鮮 其實我們看的菜 實際上我們看到的 可以不同的種種 這些是白菜 但是我們看起來 跟這一種相對起來 是稠皮一點 好像乾了 是 實際上它不是壞了 我們菜 正常的蔬菜 我們分兩種 一種是乾水蔬菜 這種是新鮮的蔬菜 但是乾水蔬菜和新鮮的蔬菜 跟我們簡窄上來說 是沒有問題的 它對原氧成分 和保鮮水的成分 都是一樣的 那就是說 我們看起來 它比較皺皮 感覺上好像很乾 其實都是新鮮的 對 對於蔬果類的食品 我們最關心的兩個問題 一就是新不新鮮 第二 可不可以安全食用 而放在浴宜碼 或者是好有多超市裡面的蔬菜和水果 是要經過層層把關 才可以最終被擺放在貨架上面 供市民選擇 每一個普通的早晨7點鐘 都會有這樣一台移動檢測車 開始出發來到這間超市 都將要賣給各位市民的蔬菜水果 進行安全檢測 以確保每一個放入購物車的生鮮產品 都得到最大程度的安全補助 為求工程 每天來行對浴宜碼 和好有多超市進行檢驗金 是來自於買賣利益以外的第三方檢測機構 六件食品安全檢測中心 我們會抽檢 果蔬測它是否那個農藥殘留 是否超標 肉類測它測它 是否還有那個瘦肉筋 或者是否是豬水肉 乾貨類的話 我們抽檢測它是否還有那些 食品液 至於鹿鹿 二氧化瘤 那些魚類 我們抽檢測它 是否還有那個 炸物 控制食物 檢查的項目 多種各樣 放在餐桌上的食材 一個都不太少 我們廣東人很喜歡吃海鮮 所以過年一定要有魚 魚耳年年有魚 當然也少不了蝦 為什麼呢 因為吃了整年都會笑蝦蝦 問題就來了 生的海鮮可以通過看它生不生 判斷它新不新鮮 如果是冰鮮的 那又應該怎麼選擇呢 實在說冰鮮我們是有一個困難的 在出動的狀態之下 我們是沒有辦法判斷它是新鮮魚火的 對於冰鮮來說 我們要關心的問題就是 它解凍了之後 我們才可能判斷它的新鮮近度 就好像這些魚一樣 第一個 看它的顏色 真相的情況下 魚它是有自形的顏色 比如黃魚 它有淺色的黃色的平衡 但是它一定不會表現出 綠色或者其他顏色出來的 通過肉眼判斷 冰凍海鮮是不是夠新鮮 除了可以看下海鮮表面的顏色以外 還可以觀察魚膝是不是自然的暗紅色 然後稍微按一下魚身 肉質有彈性 就代表這條魚還處於新鮮狀態 最後再聞一聞檢查一下 是不是有惡臭味 綜合判斷新鮮程度 除了海鮮類的產品 我們最常買的豬肉、牛肉和雞肉 也可以通過一體、二按三文的方式 判斷肉類是不是新鮮 當綺綺在便衣生那裡 學完全部的招數之後 她決定在超市裡面學以接用 檢查超市的牛肉是否新鮮 挺有彈性 讓我聞一聞 真的沒有惡臭味 看看是多新鮮 當然新鮮 如果不新鮮怎麼辦 十四天之內無條件退款 這些新鮮產品都可以無條件退款 我真是第一次聽 不過既然這麼有保障 我買得過 旗旗一聽到平靚正 兼且包退貨 立刻就沒有矜持了 喂 旗旗你不是熟狼了吧 別這麼急著 等我們先看看 這些生鮮食品的檢測結果是怎樣 我想問一下檢測結果出來了嗎 都出來了 這個是什麼呀 這個兩個卡片就是檢測那些玉米啊花生 裡面是否含有那個黃情維素B1 結果都是合格的 都是合格的 那這三個是檢測什麼的呀 檢測豬肉啊牛肉裡面是否含有那個瘦肉筋 然後現在檢測結果顯示都是合格的 陳老師啊 從剛剛的抽檢情況來看呢 我們知道都是合格的 但是如果出現不合格的情況 你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會把每天的檢測結果 都繼續發給渦馬總部合規部 如果有那個不合格的營養品的話 他們渦馬會繼續下降那個商品 然後甚至有可能不在於那個供應商合作 調查團帶你買年貨特別貼錢 在玉米馬和好有多超市購買的生鮮商品 有什麼不滿意 都可以在購買之後的14天內 無條件100%退款退貨 過年吃飯不一定餐餐都要大魚大肉 吃個住家飯 可以令到心情和腸胃都得到調節 以及放鬆 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我剛才 根據營養師的建議 買好了的今天的晚餐 在新年祝大家吃得健康 吃得放心 調查團帶你買年貨 我們下期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